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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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那个共产党队伍来执政的这个队伍 基本上是毛主席在革命期间带出来一批贫孝中农 贫孝中农这个意思是什么 它来自于社会底层 社会底层的人一般的特点是文化比较少 管理经验比较少 也比较少 主要是这两个特点 那么就是说如果他参与国家管理的时间 还不够长的话 经验积累还不够多的话 那么显然他区立信息的能力还是不够强的 那么像成仁这样的同志 现在我们后来八十年来把成仁抬得很高 好像当时正确的路线 站在毛泽东队里面 毛老师不听他的话 做这个方式来习俗当事 但其实成仁这些人水平是低的 而不是一般的低 这个在52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财政呢 有30亿的那个财政结余 那么在53年的时候 他们做了两个动作 一个把这个30亿结余给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就有这30亿 就可以放贷款了 对吧 这是一个用途 第二个用途 他们在安排这个53年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去年剩了30亿 是吧 我们还可以把这30亿再用出去 那么这就像一个姑娘架两架 是不是这样 就这么个用出去 这是一次 那么到55年的时候 他有另外一次那个错误 因为他55年的时候 控制的那个投资 控制的比较好 当时我们国内的一些建筑材料 特别是钢铁 有很多剩余 很多剩余了以后 当时我们比较大的状况 就是跟收敛东欧国 就是欠他们蛮多债 因为在15的时候 主要是借他们的债 他帮我们设计大的工厂 那些设备 那么就是说 你看我们国家进口 的那个受制 就很清楚 从50年到55年 我们每年都是进口受制 大于出口受制 等于我们对外欠账了 那么到55年以后就反过来 就是出口受制 大于进口受制 等于要还债了 对吧 那么在55年的时候 刚好我们国家 剩了一些这个钢铁 剩了一些钢铁的成人 这些人呢 就看到这个 我们的钢铁有剩余 就要求这个 因为15的时候 前几年我们的主要 去口农产品给那个收敛 那么就是要求收敛 接受我们的钢铁 要卖钢铁给别人 结果收敛人呢 当时还比较好说话 大概跟我们关系还挺好 就同意跟你签钢铁活动 结果钢铁活动一签下来 我们马上就发现 五六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刚好 国内也发生 那个投资膨胀的事情 钢铁自己不够了 要交货的时候 没有钢铁可以交 这个毛老人家在内部 批评过几次了 就说强制买卖 强制人家收敛买东西 结果人家要的时候 也没有这种状况 所以这个整体上看来 就是说符合当时整个的 那个共产党干部队伍 趋于那个血头 接待的那个水平 这个我觉得 就是毛老人家 对这种错误 是一直是宽容的 就认为这个是没有经验 那么对另外一个错误 毛老人家 是从来不宽容的 就是右倾保守 坐在办公室里面 不胜于纯重 不去看那个先进的经验 不去寻找那个平均的先进定额 对这个是一直是不宽容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 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说整个的共产党 在那个时候 包括58年出现那种状况 在一定程度上 跟血头其是有关系的 在指责他们方面 就是也是跟他们的私心 杂念是有一定关系的 如果没有事情杂念 叫做真正的 兢兢业业的共产党人 是吧 我们该做的事情 就承担起来 你国宋委书记 汇报的数字出来 我可以给你们看 你看全国就这么多盘子 你们这么大的数量 下去肯定要出光景 这个束缚工资是可以做的 但是没有人做 那么最后是谁来做 尤其只有毛泽东这个人 不怕得罪人 因为大概毛泽东得罪的身份书记 身份书记也不说什么 还有这个条件 最后都是毛泽东讲 第一次政治会议 第二次政治会议 包括楼山会议的前行 都是毛泽东在哪儿讲 你们这个搞得没有比例 打破平衡 这个是不妥的 只有一个人来讲 最后变成整个国家的 要纠偏的话 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纠偏 其他人哪怕坐在位置上 他都不干这事 那么得罪人 就毛泽东一个人得罪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呢 毛泽东今天被妖魔化 这么个状况 也跟他那个做官方式 是有关系的 他不怕得罪多少人 但其他人就是很担心 得罪多少人 所以这个也是个很重大的差别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呢 就是说 我们在五十年代 就是说搞了两个 两个那个 两个总楼线 第一个一化三感 我们知道很迅速很顺利的完成了 那么到大跃进的时候 那就问题很多 我们刚才反驳了 就不合适 就是不应该用勾扰 勾扰人的这种佛靠风 这种性质的典型 来解脱这段历史 但是同时这个里面 也在一定程度上标明 我们官场的这种 这种腐化堕落的程度吧 我后来在讲 我后来在文革的时候 毛主席在官场的一个批评 就是那个党法和学法的结果 推到五八年 这个是非常改变的 很多 那不要有很高的水平 稍微有正义感的人 看五八年那个当班的这么烂搞 都是有很大意见的 比方说清华的派大夫 他文革的时候 那个王文美把他整成反革命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派大夫在五八年的时候 就批评那个 整个那个官场的烂搞 当时被称为钢鞭材料 派大夫的钢鞭材料就是 就是批评到一定时期的干部 王文美就把他上称为什么呢 派大夫反对三面红旗 反对毛泽东思想 就上升到这个 好像他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 和当然的守护人 他这么个角色 而且这样的人不是一个 后来在那个在文革的时候 郑州大学的像党员川 他们一个重大的那个罪名 也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也就是在五八年五九年的时候 对河南省委和地方的干部 有很多批评 然后我在四川调查黄连 他们的时候 他们那儿有一个西兰师范学院 有一个学生叫周仁 周仁呢 就除了批评以外 他跟那些地方的干部 有很很直接的冲突 他当时他因为他上学的 他当时大概是还是个初中生 放学回家的时候 经过一个集市 就看到当地的一个干部 要干什么事呢 要强制的用低价 买那个农民采来的野菜 他看到觉得你这个 不跟那山上的强盗差不多吗 他反正那个小孩嘛 胆子大 就冲往去说 你这个这个不对 大概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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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干部 就是大概还是比较大的干部 当即就把警察叫过来 把他双手双脚提着往地下 就到那个 所以这些人呢 就是说 有这种经历的人 跟干部 有这种经历的人呢 就是说 很容易在文革的时候 非常容易认同 毛主席的那个走资 走资派的这种说法 非常容易认同 整个官场呢 是需要进行彻底的 就进行进行批判 这种这种思想 所以很容易 就自然而然 那就成为了那个 有问题意识的那个造反派 而且很坚定 你参加进去以后就很坚定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呢 就是说 后来的文革 跟大跃进 是有非常大的那个关系 就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 不是隐秘的 而且是公开的 暴露的 官场的那个黑暗面 而且这种黑暗面呢 在很长时间里面 是没办法受到清理 受到批评的 我们刚才 我们上午那个讲的时候 就说 就是现在要追究 大跃进那些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怎么出来的时候 没有很好的条件 温哥的时候 条件是最好的 像当时 湖北省委书记 那个王仁仲 他在五八年 吹毛场万斤 这个在全国的 省委书记里面 都是比较突出的 他很长时间是 造反派那个管着他 造反派也有很多人 很感兴趣 就你要交代 你在五八年 犯的那些问题是什么 但是都被他 都被他 轻飘飘地演个够去了 他当时就没有 没有很好的交代 他只是说 当时相信了下级 而且提了一些 不巧当的口号 他承认说 这个 放开 抖皮吃饭 甩开绑子干活 是他提的 然后就说 宣传了一些 一些那个 卫星什么的 就是说 没有进行认真的核实 他只承认自己 有个失差的错误 就我们没有了解到 几下的谎言 而且把这些谎言 放到报纸上去了 对整个党的形象 有很大的审害 他这个还不认账 其他的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 就是说 五八年的那些 那些情况 就是说 我们今天再来 再来再来总结的话 实际上有三个 内涵完全不同的 那个大跃进 我们刚才提到的 像按毛泽东说的 就是说 要改变官场的 那种保守 右倾 三风四气 这种不好的领导方法 以备于更好的 推进我们工业化视野 就是快速工业化 战略的这种大跃进 这种大跃进 在五八年落实为 就是说 从一五的大洋权 变成小土存 小洋存 然后从中央办企业 到地方办企业 这么一个变化 这是有决策依据的 而且也就是说 从八道政治报告起草 然后就是成人起草的 三个改革的决定 然后到五八年来 八道二次会议 这都是有文献依据的 共产党 这个里面 还像个执政党 它重大政策出来的时候 首先有商议 对吧 后来有通过的 那种法律程序 上升到国家意志 然后在具体的 那个办事方面 就是说具体的执行 也有细者 像成人的那个 就是细者 那么这看来 是很清楚的 任何一个执政党办事 都这么办的 重大政策提出来说 都是有立法程序的 那么后来 第二个大距禁 就是武风 就是福高峰 高产卫星 这些东西 强迫命令下指挥 这些东西 在共产党纠正过 我今天的说法 也就是 不仅不是毛决策的 就是邓小平 刘朝琪 他们应该也没有决策 这个东西 那么是官场里面 一哄而起的 那么这个东西 是第二种大距禁的内涵 还有一种大距禁的内涵 就是指年度 那按照共产党的 那个决策和执行 计划的决策和执行 应该是58年到60年 这是二五计划的头三年 到61年以后 就重大二五计划的执行 开始调整 三年调整 对吧 那么按照那个官方那个决策 执行和贯彻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大距禁应该是58年到60年 这三年 但是我们现在有些自由派 研究大距禁的时候 他认为大距禁不是这么画的 大距禁要怎么画呢 要1959年到61年 为什么要画这三年呢 因为这三年 我们国家人口都有负证账 很多人饿死了 要用这个东西来画大距禁 所以这三种三个不同的那个大距禁概念 它交替使用 毛泽东发动了大距禁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是吧 快速公益化战略向地方放船 从大洋前到小头村 这都跟毛泽东有关系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也通过国家的立法程序 党的会议通过是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大距禁饿死了很多人 这个第二个大距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959年到1961年 它的内涵是这个 这三年饿死了很多人 所以毛泽东要为这个饿死人负责 你看这个典型的图换概念 这如果是叫中学乳闻教师来批的话 这非常清楚 第二个大距禁不是第一个大距禁 这个认证至少是推不去是吧 那么你要推去 那你必须讲清楚 59年到61年饿死的很多人 主要是粮食 那么这个粮食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这些政策 导致饿死人 这些政策跟毛泽东是什么关系 这要重新认证对吧 但是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当时也大量使用 这种图换概念的这种东西 不仅是大距禁 文革也是这样 文革实际上有三个概念 首先是文革理论和实践 这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提取 继续理论革命 是吧 而且在文革中间他支持文革派 文革派在顶层就是毛主席 周总理中央文革小走的一些人 那么在基层就是造反派 在构成文革派 这是第二种 就是说这个是文革的那种政治力量 那么第三种文革的概念也是十年 从66年到76年 这叫十年 很多人空受文革的时候 我在文革中间受迫害 这么这么理 他的文革中间受迫害 他主语是什么东西 是这个文革实际上是指66年到76年 这十年 那么这里面确实有大量的人受迫害 但是谁迫害他 这就没有了 然后又根据我们这个 当时的这个决议是吧 这个决议是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 发动的反党集团利用的 这个你看这个上面就很传闻 毛泽东发动了文革 我在文革中受迫害 毛泽东对不起我 薄熙来同志前一比九还用这一次 这个大量的这个党史 妖魔化这些东西 他实际上都玩了很小的招数 就是偷换概念 用这种东西来完成 方便完成他的论证 但是你这个东西还不能追问 前不久我开了一个学术会议 我就问了一下 要问一下你为造反派辩护 这已经很客气了 没有说你为盛风辩护 为反革命集团辩护 为残长余虐辩护 没说 这已经很客气了 那么有没有人去追问一下 当时是谁在迫害人 谁因为什么原因受害 这个没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来 大量的谎言就出来了 而且可以继续说谎 在道歉的名义下继续说谎 这个就非常搞笑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来 很多人说我们共产党管制媒体 控制言论自由 其实非常诡异 我们共产党确实有中先部 确实也管制媒体 而且也宣称很多媒体 是我们党的核舌 但是非常诡异的事是什么呢 我们共产党用财政供养的那一批人 反共人是超多 党校的 反共人是现在比较多的 有话语传来的什么人 党校的教授 然后高校的教授 都是这一批人 这全部都是共产党用禅人供养的 然后如果说共产党真要管制 那就很奇怪 共产党为什么不管制这些反共员呢 把整个共产党的历史说得一坛气黑 而且很多人就是官二代 就是共产党那个后 比方说那个杨培松写当时的那个 这人他的父亲杨胜民 就是原来那个国家纪委的一个比较高级别的官人 而且就是官二代 就像原来萧小刚写那个乌托邦记说毛泽东话话 他的父亲就是在文革晚期的时候 就是红旗杂志一个高级别的干部 当然是编辑 但是他们级别都非常高 都是这么些纯人在那里 这跟陈晓鲁他们有一致性 就是说他们是一批先知先觉者 在文革的时候率先起来搞抄娇 他破事叫简易王头大老师 都是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没有没有多少风险 他们估计反正 虽然他爸不叫李刚 但是他爸比李刚还很 官还报很多 基本上没问题 他政治风向为零 所以他可以无限制的打人 那么到改革的时候 就是重新写当时的时候 出来发言的 他们的话语传也很大 他们可以任意的说 在这瞎说 他他可以出书 我们出书很困难 他们说假话 可以受到很多媒体的关锯 很多大媒体跟他屁股好打 但是他们 他们这个控制力度 就是说到底 就是在文革中间 最腐朽最堕落的势力 实际上他们现在 还是很腐朽很堕落的势力 比方秦晓 当时那个西九的宣传部长 那西九打人 在整个北京打死那么多人 然后就是抄那么多人的家 然后迫害那么多 而且也就是说 把那个黑五类那家庭 从北京赶出去 没有那个政府决策 就是根据西九的第四号 第七号通令 然后那个北京社会书记 第二书记吴德 坚决贯彻这个东西 然后这些人都赶回去了 然后陈小鲁还在 还在那个北京站 坚决执行这个东西 把那些人送上火车 还让他们跪着在那里排队 这都他们干的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你看 就是说整个共产党 这个制度要进步 确实要 还是要按毛主义说的 要扶持健康势力 要打击批判 消极这种消极势力 文革到现在 到了这个程度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那些消极势力 始终在政治中唱主角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文革其实没有解决这些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 我们就讲了一下 就是跟大跃进相关的 就是说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那个历史的歪曲 那么后来我们 我们再看来 大跃进以后 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了一下 那个那些工业方面的变化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农业 就是说从52年开始 从你中央农村工作部 从护州州开始推进 就是农民要让农民活着起来 从护州州到抽级社到高级社 然后58年人民公社 然后再到61年的人民公社 六四条确定删去所有对外基础 这个制度 那么这个经过十年 就是大体上尘埃落地了 就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跟今天相比的话 就是说是非常反常的 就是说在历朝历代 都没有一个正船能够深度地介入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过程 然后就说让正船在农村也有执行力 这个是没有的 49年以前 我们老家湖北齐村 应该在全国不散最落后的 应该在中等的那种地区 靠近长江 49年以前农村状况是怎么样 比方说在村子里面杀了一个人 只要你有足够的钱 你到临县去县城去呆着 可以公开的生活 没有任何问题 绝对不会有人追究你 当时也有那个蒋介石也造了 也有中央政府 而且也发了六发钱书 也有这些东西 但是整个正船是在农村地区 是基本上没有执行力的 那么共产党呢 就是说创造了这个新的机构以后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一个是低成本 整个干部消耗的那个财政资源 那个补款的都非常少 后来人民公社60条里面 单独有一条规定 叫大队和小队两级干部 物工补贴 就是他们本身是农民 是要参加劳动的 但是他有一些管理活动 比如说他要参加会议 搞一些调节工作 这些整个的物工补贴 不准超过前提设断公分的2% 就是这么个水平 那么公社的干部里面到70年代 我看到了大概只有一小半 是拿那个国家工资的 一多半是那个叫以农代干 就把农民提拔起来 然后每个月可能给他 给他6块钱补贴 来在公社里面工作 是这么样的一个机构 当时的成本就非常低 但是它整个的功能非常大 我们知道人民公社 一个基本的特点 叫正社合一 它既是一级政府机构 它同时也是有经济功能 它走着整个社区 整个公社范围内的生产 或其他的一些经营活动 那么这个东西跟传统中国相比 就非常明显 就是说像秦始皇 他建立了一个中央寄传制国家 很多人熟到封建也好 熟到专制也好 但是有一点是很肯定的 县以下是没有规范的正船机构 通俗的说法叫黄船不下线 为什么黄船不下线呢 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 也希望能够介入农民的那个生产 或生活过程 最低限度是保证农民有一块田种 这个跟统治阶级的那个统治基础 稳定有很大关系 如果农民没有田种 不停地从那个土地上游离去了 变成无地农民的话 那么叫做他可能开始就当土匪 到那个黄潮末期那个大事不好的 这些土匪就可能成义尊了 就足以威胁到他的统治 所以他从自己的统治出法 就是只要秦始皇他的足够明智 足够知识 足够知识就是向他知识声称当皇帝 足够明智他知道 就这个农民无地农民的寿量 必须要削减到一定程度之下 不然对他整个政权有威胁 那么在那个时代 他们非常希望干预这个农民的那个生产条件 但是没有这个执行力 这个也一个律师学家叫那个吕思勉 他他总结我们古代的知识界在争论 这个主要的政策争论 他说主要的政策争论是什么呢 叫做主要是两方 一方是儒家 儒家的主要政策主张就是要恢复景田制 恢复景田制 景田制大约相当于我们刚刚分田那个时代的 大队和小队这个水平 那么当时那个分田以后 大队小队他确实不搞 不搞那个生产 也不管那个农民的生产问题 但是他有能力什么呢 比如说农民经常有有嫁姑娘啊 有结媳妇啊 有生小孩啊 有的老人不在了 那么他经过三年五年呢 他就把田重分一遍 重分一遍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把无地农民的塑料可以最小化 所以这是儒家的一个最低线路的举章 叫做要恢复景田制 那么罚家的一个主张被那个吕思敏 叫做盖国为节制资本 最典型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他提取清苗法 因为在在古代的时候 就说俄农民到春天的时候 没有粮食了 怎么办呢 那么有一些放高利贷的 就说你你今天种的骨子 我我买 我现在用极低价格买下来 这叫买清苗 那么不是有一个唐大的诗人叫叶宜中写的 2月跳心思 4月跳心骨 1在眼前窗 管缺心头肉 他就讲的是这个高利贷的事情 那么这个高利贷也这个非常厉害 这个时候农民没有口粮眼看饿死了 那么你有点粮食给我 那么你谈判地位很高 那就说你有绝对的定价船 你说我这个清苗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你说打什么轴口就打什么轴口 那么这个高利贷在古代是非常强的一根杠杆 就说让农民从土地上游历出来 最强的一个杠杆 那么法家始终想干什么事呢 就想通过政府行为来干预这个高利贷的过程 王安石的清苗法就是从政府 我如果这个农民过不下去 我政府来放贷给你利息多少 20%这已经是很低了 那么毛泽东后来在那个江西调查的时候 那个高利贷可以高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他当时叫减薪股钱 减薪油钱 因为那个在49年以前 那个粮食的季节差价特别大 然后一旦股的话 在那个春天的时候可能是4块钱 那么到收货季节是2块钱 那么春天借一旦股的话 那么到秋天的时候要还2单 这叫减薪股钱 那么他那个高利贷可以高到这个程度 那么毛老人家同时还发现 当时有一些那个中柱组织 就是说放那个高利贷 他基本上也就是王安石那个水平 就20% 30%这种利率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这是非常强的 让农民从有地农民变无地农的一个杠杆 那么古代的那个是非常希望 就是儒家也好 华家也好 他的共同正常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说无地农民的数量要最小化 但是最后都没办法实施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正传一到县以下 就没有可以依托的那个有走织的正传机构 来办这些事 如果最后他们发现 如果是办这些事建立这个机构的话 这个机构成本太高 还不如不办 就向农民要的特别多 最后超过农民 达到什么程度 达到整个农民养不活这个基层正传的程度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明智的放弃 所以也就是在农村基层 要要建立一个有执行力的正传的话 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必须低成本 那么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 就刚好达到这个低成本 那么低成本的认作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干部要纯重化 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干部农民公化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那么大小队 他本来就是农民 连农民工都谈不上 那么到公社这一级干部 就是说从农民车上来的 他基本上也是在那个小队里面 既很公分 然后公社另外在每个月 给他五块钱六块钱这个补助 那么当时叫以农代干 这样的人前果当时有几百万 大概有在乡一级 公社一级的干部的一百分之五十以上 是这样一个规模 那么后来我们在改革后 就非常明显 改革后就是人民公社承担了一些 经济质量 包括水利 育种 质保这些 这就慢慢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机构 水利变成水利战 质保变成农药战或者质保战 那么种子变成种子战 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十倍的扩张 然后这些机构跟一家一户的农民 也没办法交易 因为农民的护手太多 他没有办法也把这种服务送到农民手里 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他以那些机构的生成为 唯一目的 种子弹药生成 不管农民买不买种子 反正一个摊派就下去了 最后的后果就是十几顶大蛋猫 持一顶破炒猫 这就是90年的末期那种状况 就说农民的负担非常重 但是农民从政府能得到的那个实质性的服务 技术服务各种服务都非常少 那么这个农村的干存关系非常紧张 那么这到新世纪的时候 大概02年以后就全国各个省区不同 分三五年把这些东西统统去掉 去掉了以后这要变成什么呢 就是说农民就又回到传统的时候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那个那个那个 就完全靠一家一户的奋斗 当然今天跟传统时代不一样的地方是 农民可以出来打工 就是有这个出路 传统时代农民如果没有钱 就没有生成资源了 因为工商业不发的 那么现在的状况就非常非常清楚 跟那个不一样 那么从跟49年前一比 改革后比 我们再来看这个农村的三级正传就非常清楚 他不可能非常规范 因为他要求是以龙带干的人唱主角 是吧 这些人没有收到很多的那个陪训 而且上级也没有太多的能力控制他们 最多你说我不好说不好 老子不干了可以回去种田 没有任何问题是吧 所以也对这些人的控制也是不严密的 那么这个东西正传也就是承重化的正传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他那个 我们今天很多自由派很很很愿意 叫做选举怎么的 叫做通过选举来宣报干部 那么在人民公社这个层次 在大队和小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他本来就是农民提拔省的干部 他就是说他跟农民的意志性程度非常高 区别或不去问题不大 那么在公社这一级就是有这个问题 盲老人家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 里面规定的很清楚 人民公社社长要定期的有 世人大会选举产生对吧 这是政治上的代表性 如果你能够得到读举票 你可以继续当 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 在公社这个级别的话 就不能像大队小队那样 所以这些人我都熟悉 通过经验来管理 这个没办法 他要有一定的专业支持和技能 而且要当了一定年限的干部以后 我才对公社那么大的范围的情况有所了解才行 那么这个公社社长最后 他有两个 一个是叫做毛老人家制定的 那个说是要选举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上级的走资和人事部门 对他有一个考评和控制 这就是专业化的 就是说你要多少管理技能专业技能 而且这个公社社长 在很多地方都是吃商品粮的 你把它选掉了以后 那就一个巨大的问题 是吃商品粮还是不吃商品粮 然后你选一个新人上来 我是不是就是马上配套给了商品粮吃 这个两种 两种的那个有很大的冲突 那么选举当然是代表性那个方面 就是说谁有代表性 谁没有代表性 那么就说最后在人事和走资这个方面 就是考虑的是专业化 你这个人当过和没有当过 会当还是不会当 有没有这个管理经验 这个变成第一位 这两者是有冲突的 这个在人民公社的时候 就是看着还是很明显 不过当时的那个干部 大多数还是跟传重关系还比较好 当时我在龙城种田的时候 我们家里就是很多公社干部 包括县里干部都到家里来吃个派饭的 这个这个当时的那个那个那个印象 也有一点 但是就说你事后再来看这个 确实还有那些问题 那么在在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毛时代的那个执行力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基层正传的执行力 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传统时代这个政治和经济 这个正传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 没有没办法配套 他的政治功能可能仅仅到现在一级 下去他就下不去了 那么在毛时代有很大的变化就是 他能够震受和以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配套 这有非常大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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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大的提高的那个政权的执行力 我们我们今天前一时 不是还在讲那个丰桥经验吗 这个丰桥经验 从他内在的实质是什么东西的 叫做以人民公社和下面的这种三级组织 这种纯重性的这种那种舆论网络 来节管国家专政机构的承担的这种政养功能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世青的时候 当然他那个他的案例不好 没有代表性的时候 当时是把这个打击对象 对准那个低富反怀佑这些人 从从当时看来低富反怀佑这些人 出了很极丹的例子 实际上他也是出了一个极丹的例子 就是说对这个制度的认责 可能会有很危险的影响以外 真正对新制度有影响的 还是这个制度里面当官的 有发言传的那些人 就是文革说的那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常委 这两群人对那个制度认责的好和不好 有巨大影响 真正低富反怀佑 他在政治上已经鞭然化了 就算他非常的不服气 就算他想死和想做反动道善 他在整个制度的认责成果 效果认责效率是没有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后来有个地主的儿子跟我说 这个毛主席时代搞阶级斗争 只有一个时候搞对了 什么时候搞对了 就文革的时候搞对了 其他的时候都搞错了 文革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目标 对直接掌握制度掌握舆论的那些人 所以把这些人搞好了 这个制度的效率肯定会提醒 你把那个低富反怀佑倒过来倒过去 对这个制度的认责没有太大的效果 就算杀鸡小猴也小不了猴 那老子三代皮隆 你整个地主就能小呼我 小不呼不了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 奉效经验里面 这个是没有代表性的 但是他另外一个是很强大的 后来在九大的时候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有一个讲话 说我们现在有多少监狱 关了多少人 对这些人改造会有好的效果吗 我看没有 而且说他说软带不会偷的 在里面交朋友 学会的偷 然后那是个人犯罪的 现在变成全区一大堆哥们 变成那个弹火犯罪 问题更扬正 最后的意思就是公安局 教育不好人 他说我的意见是把这些人都放出去 让陈仲台监督 后来果然放出去了 这个当时如果是没有很多造反派参加这个九大的话 毛这个话等于白说的 那个被当官的人来说 这么很多犯的很严重的罪人 有的是强奸杀人 有的是判了死刑几十年的 这种这种人 能随便放到社会上去 那这个完全不能理解 那么后来很多造反派参加了以后 这些人没有什么管理经验 也没有这个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偏见 那居然毛主义说了 那我们就要办 那个像基敦奎啊 那个像荷兰的像基敦奎啊 那个刘建春这些人 如果不是有那个造反派追到他屁股后 他也是听见跟没听见一样 后来很多造反派去找他说 看那个记住人 你看看这个主席说了我们怎么实施啊 你看他当官的非常有意思 那个基敦奎跟刘建春那样的人 也不说不实施 也不说马上就实施 说我们去请示一下周总理 然后就去找周总理 周总理听了以后也一愣 可能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最后就说周总理还是很有政策艺术 你们回去先试点 回去先试点 所以这个东西在官场里面 这个看法就很怪异 是吧 那么在普通的老百姓看来 那个东西就没有这些偏见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事好像应该实施 因为毛主义就说了 那谁要实施 后来那个回去以后 很多造反派一起 就跟基敦奎他们 到郑州郊区有个叫隔堂口的监狱去放 然后把所有的犯人召集起来 就跟他们讲话 说这个毛主义说了 在这个地方 对你们改造不利 要放你们回去 你们回去以后 要接受平尔中等的监狱 教育再教育 然后要改期归阵 后来他们也做了追踪调查 就是重复犯罪的人非常少 非常少是什么原因 因为当时那个大队生产队也都在 你放到农城去 那么他跟很多人一起劳动 然后你是相当于放回管制的这个人 所以你天然就要小心一些 而且在熟人社区里面 基本上是很难犯罪的 不是有个社会说 透支不吃窝边炒 是吧 就算犯罪也不能在熟人的眼皮底下犯罪 那么放在层次里呢 当然也在工厂里面 他这个整个的那个社会网络很完善 那么他在客观上确实有这种潜力 就是说以工厂里面的熟人社区 这种熟人网络 以农村的熟人网络 可以节管一部分专政国家机器的职能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讲到 那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讲到将来国家的消亡 是不是毛老人家设想的这个方式 我们不清楚 但是人民公社 既然已经走织起来 既然已经有 是一个有走织的群体 既然是大量的熟人放在一块 而且他有一个有引导性的舆论 确实能够有这种潜力 可以节管一部分那个国家机器的职能 这就是毛泽东讲的那个 群众专政的一个本意 就是国家机器的部分 就慢慢的就要效仿给民众 那种团体来掌握 比方说像尊队 像王明张国焘和那个李立山 他们就觉得那个我们要打赢敌人 那么首先有正规红尊 是吧 把所有的那个民兵统统去掉 还要发展一百万贴的红尊 然后就以马长江汇斯武汉 是吧 他们是这样一个一个逻辑 有力量 那么就是整个的那个正规尊力量 毛就反过来 就是说除了那个正规尊以外 还有有机队 中队小队 磁卫队 包括奥尊坛都是需要的 这各种力量搭配起来 然后才构成我整体的战斗力 对吧 那么那么在58年的时候 毛同时还有一个说法 要大办民兵师 实际上也很简单 就是正规的解放军要减少 那么民兵这块的力量要磕大 现在我们大概还有 就是像武汉周边的 还有防空的那种民兵 掌握那个高兽炮的这种民兵都有的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 其实也是 包括国家机器那些专用化的机器 特定人士掌握的东西 下放到群众中间去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 也是毛泽东主张的 叫学功学龙绝尊 前面发展 这样一种人的前面发展的这种思路 那么在这个里面 就说他有这种 这种机制和没有这种机制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点就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因为整个的人民公社化以后 纯众都有走织 它的很多方面可以发挥潜力 你要搞工业 虽然我们不能办工厂 不能开机器 但是我可以帮你修公路 是吧 这是个很大的贡献 那么你要搞别的事业 比如像搞卫生健康这方面 也是走织起来的纯众 也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 像建国以后 我们提新中国的卫生方针 周总理讲了四句话 第一个面向工农兵 第二个谈解中西医 第三个就是预防围局 第四个就是专业领导和 纯众认动相结合 因为我们有一个 走织起来的纯众 它在很多方面确实可以引到 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把专业部分 专业人士能够做的那些事 可以大大的向外推 其中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蝎蜥虫 防范蝎蜥虫 你比方说我老家是湖北的 老家附近都是 1999年前是非常严重的蝎蜥虫疫区 后来我看新州县制 它那个灭蝎蜥虫就是非常麻烦 它就同一块田 比如说这里面有丁炉有蝎蜥虫 它经过三点 平均是3.84次才能灭干净 它怎么灭的 就是说这整个的那个一笼水田 里面有那个丁炉的话 它可能就安排 这一年就完全种那个旱作物 比如说种小麦种油 完全不种水道就不灌水 那么这个丁炉就死了 然后你第二年又种水道 过了几年以后 它又会反复 然后还要重复一次 这样平均起来 要重复3.84次以后才把它灭菌 那如果没有以这个基层的走织的话 你要靠专业的机构去做 我估计到现在为止 那个新州的丁炉灭了没有 都是不清楚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确实有这些一个新的那个空间 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总结 就是说我们走织起来以后 就可以向生产的生豆和广豆竞争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生产的生豆和广豆 在文革期间一个比较大的 两个比较大的成就 一个是普及的合作医疗对农民 还有一个就普及小学教育 在我老家湖北齐春县 更以我的年龄为界 比我年龄大的人接到多少是不实质的 比我年龄小的接到多少是实质的 变化那么大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文革晚期的时候 六八年以后就说每个大队就办一所小学 这个办法办学的方法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就说在文革前公办小小学都是公办的 就财政拨款 老师是持商品粮的 然后学生就说可能要穿越几个大队去上学 这就非常非常非常难以普及 那么到文革结束以后 就是革底都建立了新的革委会以后 就六八年十一月四号 就人民日报登了一个山东租籍 两个小学教师的来信 那个两个小学教师 一个姓侯一个姓王 这个来信后来被称为侯王建议 他的说法 他的两个最重要的举章是干部 而不是那个国家不要再投资办小学 小学下方的农村的大队里去办 那么老师就在大队里计工分不再拿工资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迅速的普及 确实在很胆的时间里面就普及了 普及了以后 就说变化在我们老家就是这个变化 由我为戒 就是大多数人都失智了 然后也是在同样是在六八年 人民日报登了一个 就是说平和总统非常欢迎的那种 那个好制度 这个是湖北长阳县路然公社的 那个情相关的事迹 他的那个跟那个老师的建议是一样的 他本来原来是在乡里的那个医院里 乡里卫生院里面上班 是老公子的医生 他觉得这个乡的卫生院 没有办法解决那个农民的问题 他自己经过认真计算 像我们这样的工资的人 能够在前乡里面每年可以治多少次病 平均摊下来每一次治一次病的钱要多少钱 他当时上的可能要一两块钱 那么这一两块钱呢 农民就出不起 那么那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要农民出得起的话 他就说所有成本 哪些成本要减 首先就是说第一个不能正规化 就是医院不能办到乡里 必须要下到大队去 第二个这个医生不能拿工资 然后他自己就率先的不拿工资 回到他们那个路然公社的村子里面去 当吃脚医生 然后最开始那个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制度给他配套 他回去了以后就寄一份工资 大概到了三四年之后 就是说那个湖北省有一个政策 就是说对吃脚医生 对民伴教师 对公社的乙龙大干的干部 都有一个补贴 大概是平均是每个人六块钱 六块钱相当于什么水平呢 相当于是 大概我们那个大队的劳动力一年 大概能够有一百五六十块钱收入 他这人拿个七十块钱补贴 大概相当于普通劳动力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这个水平 就这样的话 就是迅速的这个合作医疗就普及了 而且就是当时后来 我后来我回去问我们称的那个吃脚医生 他说我们大队 当时是一万七千人 他和另外两个人三个吃脚医生 在大队在小队里面计公分 然后呢是大队每年给他们一万块钱 这个一万块钱呢就是买一些西腰 当时的那个像抗震素这些 青霉素这些 藤霉素这些 就是大概每年他们就就整的 人寿有五到六千次大概这个水平 那么农民自己给多少钱呢 就是就整一次给五分钱 然后大队就实际上八个 我们大队八个小队遵摊一万块钱 就一万块钱可以把农民的常见病 或多发病全部解决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后来再回头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说我们国家就是盛世修治嘛 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修这种治 我们的卫生部教育部都写了一本书 教育部写的叫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 卫生部写的叫当代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写了一本书 他们这两本书里面对合作医疗 受惠这么多的人 对小学普及教育 就说对整个国家那个扫盲成就 这么大的那个成就 他们都是前盘反对的 而且提到这个合作医疗 提到那个小学普及教育 都只有几百字 而且解到多少都是负面的 后来我想就为什么就是说 他们这些机构反对这个东西 这个非常非常奇怪 这个后来我看那个尼斯坎南的那个东西 日善这道话的时候 我想起来 只要这些人他专业机构在上面掌传 他们一个本能的冲动 就是提高本部门的 本单位的平均的那个服务价格 就是说同样一次服务 有可能的话农民可能能出三毛钱 但是我一定要提高到三块钱才满意 那么这样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 就没办法看病了 然后他的教育也是 他他把这个平均价格提上去了以后 那本部门的利益 本部门就业的那些人 那当然感到很满意了 那么这个东西是非常致命的东西 本来说我们建立一个部门 建立一个一个一个专业化的机构 主要的方面 方面还是为了他们积累经验 那么他们在一个部门当领导 在一个部门管事 那么经过长时间以后 他们他们能够积累很多的管理经验专业经验 能够把事情办得更好比纯重化办得更好 应该是这样 专业化就是提高水平 对吧 但是在叠交了这个东西以后 就说他长期的要求本部门预算这段话 那么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 把平均的每次服务价格提高到 极道多数人承担不了的时候 那么他们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障碍 那么这个里面在看毛时代就非常清楚 实际上就是吃脚医生这个东西在55年前后 就办高级社的时候 就是很多地方就有这种经验就开始示范 因为农民很多有病没办法治啊 那么高级社出来以后有三四百户头 他抽一个人出来当学头工来学这个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承担得起的 但是这些东西就在61年下马的时候 就是刘少奇成人他们就是调整 就是搞退购的时候 全部就是砍掉了 砍掉了以后就是61年到65年这段时间 就是又是农民用市场化的价格 来购买这个医疗购买这个教育 那么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障碍 那么文革就是说 把整个的那个教育部卫生部 这整个的机构搞乱了以后 新长传的是尊队干部 也不能说尊队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比卫生部比教育部更强 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职业利益 不是说我非要帮我们那个部门的日善最大化 他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个想法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 后来我查了没有中央决策 那个侯王建议放在那个人民日报上 就讨论了半个月 然后各地风起人勇响应 我们学 就像我们的大队那个小学就是这么办起来的 那么办起来以后 自然的全国接到多数人都受到教育了 那个合作医疗也是 到68年以后 整个的那个卫生部这个管理机构全部垮 垮了以后 他们不管事的时候 那么隔地风起人勇响应 响应的最后的结果就是 办的那个合作医疗机构过多 过多的时候我们国家有限的那个医疗 那个医药啊 这个西药那个生产的供应不上 供应不上 供应不上最后怎么办呢 就是讲那个 亲相关的经验里面 叫三治 叫自采自用 自构 就是说他 他不得不就开 开发很多传统的这种中药资软 来密补这个西药不够的这个这个困境 那么他就对环境的这个资软的开发 就更进一步提高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呢 就是说 当时 在毛时代那个 文革期间宣传这个合作医疗 宣传这个小学教育普及 提的非常高 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疗革命 教育革命 这个革命最后 否定的是什么东西 否定的就是他们部门利益的扩张和自导化 那么后来我们看八十年代这个改革的时候 一个重大的问题就从这开始 就向各个部门放船 向官僚群体放船 放船的第一件事就是涨价 我们现在看的很还很典型的一个是医药 一个是建筑 那个当时建筑部 建筑部 他制定的那个 他他管那个制定那个建设定额 说比方说这个房子实际造价 可能要叫农民造的话 像这样的房子在大概在八十年代 就是五六百块钱 他造出来这个建筑定额可以做两千多块钱出来 两千多块钱 这就变成了一个肥肉 相关的那传理机构可以都可以在里面分红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政府工程很热争 有很多人批评说 这是因为满洲的官员的行舟需要 所以他们他们很热争这个东西 那么为什么这东西能行舟 一个很根本的然意就是那个那个建筑标准超高 里面的那个利润很丰厚 所以他在这里面才可以 只要有船可以舀一条水出来 那么整个的改革过程 最后实际上就是从教育部反对普及教育 这个卫生部反对或者医疗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个最本质的内容 就是说他们都是要搞预算这道化的 那么那么后来就是在八十年来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部门都可以像建设部 卫生部这样可以执行自己的制定价格标准 很多部没有这个 比如工商行政管理局 它没有这个 它是个纯粹的社会性的管理机构 那么最后变成什么呢 变成三难 叫烂收费烂摊派烂罚款 就这么叫环保局也是 它这种管理机构 就是八十年代那个三难很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记得那个当时的报章上 整天就是有国中人写国种文章 在头版头条说要怎么对付这个三难 其中湖北省有一次出的政策来说 凡是要收费的一定要有三票一卡 要三证一卡 就是说以前审 包括中央级别审批的 他那个收费的那个属口证都是作费了 必须在某月某日以后 重新批准的那个收费 收费证才可以使用 然后你这个人收费 你本身必须要湖北省政府 以这个级别的核准的那个收费员证 才可以还交到其他的证 然后就说你收费的那个卡 必须是财政指定的那个账户那个卡 才行 那么实现大量的情况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整个的改革开始 就是说是部门利益的扣张 单位价格的那个上升 和那个整体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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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膨胀 那么这个里面就说 后来很多人批评政府干预不对 既当裁判员又当任务员 这什么时候来的 从八十年的改革以后才有这个事 以前是不成了这个问题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来 就是说从人民公社能够实现的一些智能 人民公社垮了以后 就实际上基本上就是说像免费教育员 免费医疗就没办法弄了 当时在大队里为什么弄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大队有这么多小孩需要受教育 我们大队也能找到有文化的那些人 可以临时性的承认老师 然后就说只要找个房子 做几块那个土黑板马上就可以了 其他的条件确实是非常糟糕 当时因为这个小学一时时间办起来非常快 做一本的那个那个书本都是不够的 我上学的那个一年级 他只能保证一年级学生有书 二年级三年级就没办法保证了 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 每年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书 上下学有没有书 这个是不清楚的 我们经常就问老师 我们今年有没有书 老师说你先把你姐姐的书 老个人还先用 都是这种都是这种方式 就是说他碰胀的太快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造纸工业 印刷工业赶不上 结果就是这个基本的东西都提供不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一定程度上看到 就是大队里提供了一些东西 跟官员的利益和后来的改革 它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它是在同一个逻辑上认作的 有一个美国有一个教授 有一个叫那个 曹天宇的他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当教授 他说我们改革放船和让利 都是没有错的 但是放错的对象 放船给干部让利给干部 这就错了 这就很腐朽很堕落 而且我们整个共产党的和政府的形象 很很糟糕 一个比较大的人 就是因为放船放给他们的 没有放给群众 没有放给那个 这底层的 最大多数的老百姓 那么这个确实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整体上看呢 我们再回头看 就是说人民公社 这个这个这个实践过程 它确实提到很多新的东西 跟原来也很不一样 而且它有很多潜在的可能性 而且它潜在的可能性 在一部分 还是在文革中间才能够才能够实现 原因就是官僚的管制 它整个的官僚管制去掉了以后 不需要人设计 它很多东西自然的那个潜力 就自然能够发挥出来 像合作医疗和那个教育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那么后来反过来看 就是说这些东西被否定以后 那么干部传递的扩张 利益的扩张又是从哪儿开始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 再来解决我们的党史 再来再来总结 为什么党史会被妖魔化 其实就非常简单 就是说对干部的利益是 是肯定还是否定 是扩张还是收书 那基本上就是说大体上能够看到 我们后来对这段历史是怎么总结的 那么大距禁当然在这个过程之间 是对干部的利益是有很大的冲击 比如说你要求将军下来连带当兵 要求干部下去种试验田 要求你原来就是当官奏老爷的方式 要升约到程度上去总结先进经验 然后推广先进经验 这确实实触及到很多人的 你原来的当官模式 那么这很多人呢 就是说不愿意升约下去 也就跟农民一起创造新的方法 总结新的方法 那么最简单的是我控制媒体 我可以宣传一个高产卫星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 也就是种下的拨下的龙种 结果出了跳蚤吧 是这么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看呢 就是说总体上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还是毛老人家出来的 对不是新的制度设计问题 还是自国要自立 要把他的那个基本利益 要告诉他什么东西是输口的 什么东西是不输口的 如果在官场里面解决不了 那么我们就要把纯重走出来 开始进前面的自下而上的 揭露你的阴暗面了 让你难看了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 毛时代的三大决策 三个基本路线 实际上它是前后成绩的 内部有逻辑关系的 好 我今天要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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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